动画、动作捕捉技术和真人表演等各项元素 向上由大名鼎鼎的詹姆斯·卡梅隆指导 《化身》自开机以来便备设节目 许多人认为《化身》将是一部电影进度领域的国心之作 尤其是对于实价热门的3D电影 电影官方网站一开通就被演迷几乎挤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刚刚发布预告片的苹果网站上 而在发布天花的《化身日》这一天 天花的电影票发售不到24小时就被异想而空 双人票更是在亿费网站拍到1000美元的投降 此外 人偶玩具 游戏 海报等电影周边产品 也在21号当天全球同步发布 按照安排 《化身》将于今年12月18号正式上演 第53届英国伦敦电影节将于今年的10月14号至29号在伦敦举办 并且主办方日前宣布并且的开幕影片 已经选定为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指导的动画片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这将是这个影片的全球首映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根据英国著名儿童文字作家和短新小作家 罗尔德达尔1970年出版的《独名儿童读物》改编 讲述有勇有谋的狐狸爸爸为了获得食物 以三个恶毒的魔女斗智动手的故事 影片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 著名影星乔治·克鲁尼 梅尔斯特里普和比尔莫里等为影片配音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计划于10月13号开始在英国公演 11月13号开始在美国上演 导演安德森曾指导过影片《穿越大级礼》 是影片《鲁鱼和军》的制片人 他曾于2001年凭影片《河南报名家》 获得奥斯卡最佳编辑感 安德森表示 他对《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将在英国举行首映式感到高兴 伦敦电影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公共电影节 与嘎那·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不同 伦敦电影节没有激烈的想象角逐 但参展影片正具多样性 而且普通百姓只需购票 即可观看转音影片 好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情20-30摄氏度 长春多云12-25度 西安小雨转阴21-25度 成都阴转阵雨22-29度 河北多云26-35度 南京多云25-34度 上海多云26-34度 杭州多云26-36度 福州震雨26-35度 广州多云27-35度 秦皇岛多云转情21-27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